中國大陸當權者侵佔農民的土地 侵害農民權益的事件是層出不窮屢見不鮮 5月8日 河南網民又在網上 爆出了最新的一例 來關注一下 河南省一馬市郭莊存 張希祖村民 5月9號告訴新唐人 去年10月25號 村裡的110亩土地被強佔 洞工蓋私立學校 土地涉及56戶 地上原本種有果樹 開發商開展那個大型機器 直接進地110亩地直接給去了 也沒有出示整體公告啊 批付110亩地這個文件啊都沒有 他就直接就強推了 他現在就急著蓋主要呢 那個樓都快起來 現在還有好多老百姓都還沒有給錢 上訪 都是在推呢 推來推去 根本就不管用 村民還表示 他們上訪相關政府部門都沒人管 還去了北京國家信訪局 被國家信訪局發回當地政府處理 問題還是沒解決 我們警察都不敢組織 組織裝備都當成和社會抓的 誰敢去組織 村民透露 當地政府第一次說 每母補償10萬元 村民都不同意 後來又說每母補償8萬元 村民更不同意 而2017年附近徵地 每母補償已是10萬元 因此村民認為補償低的不合理 村民張先生表示 土地被強占後他一直在上訪 上個月政府說一母地是8萬多元 他家兩母地不償17萬元 但又聲稱沒錢只給了他7萬元 剩下的10萬元以後再說 而其他村民則大部分沒拿到補償款 新唐人記者雄斌 世宜君採訪報導